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现在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随便的路边 你知道我们常常上诗歌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所以我们在路边你看到 这就是野地的花 没有人在照顾它 旁边长了各种不同的 有白色的 有黄色的 有紫色的 甚至于我们刚才看到 有刺的 有麦子 各样的不一样 你的生命也是一样 很多人你觉得 我旁边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高 因为他是麦子 比较高 你是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 算了好 我的重点是说 你不用去跟别人比较 而天父一样照顾你 在这个中年没有在下雨的地方 一年只下雨几天 少数几天的地方 这些花还是长得这么茂密 为什么 因为上帝也爱它 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 还是养活它 更何况是你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可能觉得 你隔壁那个人怎么那么刺 你怎么或者是 它怎么长那么高 重要的事情是 你就是你自己 所以你带着本相来到耶稣的面前 活出你真正该有的样式 你是一朵很美的紫色的花 可爱的小花 就要好好过你可爱小花的日子 那朵小花 比所罗门所穿的衣裳 还有价值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耶稣只对一种人很凶过 那种人叫做法利赛人 耶稣没有对比拉多很凶 耶稣也没有对希律很凶 他对法利赛人很凶 为什么 因为法利赛人 假冒为善 你不喜欢耶稣 你就直接到耶稣面前说 我不喜欢你 你要侮辱他 你就他面前直接侮辱他 你不要在人前一副 好像很爱他 私下又弄他 或者是在人前一副 好像看似很属灵 其实根本不属灵的人 不要做这种事 不要做这种人 神要你用本相来对待他 然后他用那个本相来爱你 来恢复你 就像在野地的花 你就是会被他照顾 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儿子 所爱的女儿 你大有盼望 你的日子 艺人的日子 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就一直到日午 越来越亮 越来越光 奉耶稣祝福你